2012年12月16号 在印度新德里 一名医学系的女大学生 在和男朋友看完电影之后 悟上了一辆私人运营的公交车 随后公交车上的六名男子 将其男友围殴囚囚禁在驾驶室里边 并将女大学生拉入后边的车厢 轮奸致死 这就是震惊世界和印度的黑公交轮奸案 从此这国家被冠上了强奸之都的称号 为什么印度会成为强奸大国呢 为什么女性地位如此卑微呢 据统计 平均每17分钟就会发生一起强奸案 2018年印度被世界评为 对女性最不友好的国家 2020年 一名被带入学校隔离的打工妹 被两名男子轮奸 同年9月份 19岁的新冠病人 在被送到医院的救护车上 竟然被司机给强奸 印度的强奸案数不胜数 作为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 并且经济发展十分迅速 为什么偏偏对女性没有得到足够的地位 甚至没有安全保障呢 对于强奸啊 印度一名政客曾这么说 任何一名被强奸的女性 凡是有点自尊的话 都会自己去死 这话一出来震惊世界 在印度大多数男人都是抱这种想法 并且已经根深蒂固 甚至一些女性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思想 无论发生什么 错误好像都是女人的 17到19世纪啊 印度还存在一种叫做萨地的制度 这个制度呢 要求女性在丈夫死后 随着丈夫的尸体活化 相当于被活活烧死 无数的男男女女 还被歌颂她们的奉献和忠诚 最开始萨地是自愿的 到后边变成了强制行为 1978年在一起 驯夫事件当中 因为无法求识女子是否自愿的 从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印度中央才立法 禁止这一行为 但到了21世纪 仍然有驯夫事件发生 这封建的糟粕 依然存在啊 印度历史上最贵的电影 帕德玛瓦帝王后 在这部耗则18亿的电影里边 几乎全部都是鼓吹女性 为了保守贞洁 然后为男性赴死的故事 到了21世纪 这种思想仍然根植在 每一个人心里 形成这样的恶火 这就造就了 印度女性自杀率世界第一 女性遭受歧视 家暴 强奸 这成了印度男性心理的理所当然 印度的男尊女悲思想 早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了 我国曾经引进了 印度的几部电影 其中摔跤把爸爸 一个母亲的复仇 印度合伙人 这一节部电影当中 都反映出印度女性地位低下的问题 一个母亲的复仇 更是源于印度著名的黑公交事件改变的 这也就是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事 2015年BBC拍了一部纪录片 印度的女儿 面对BBC记者的提问 强奸犯这么回答的 她应该安静地被强奸 不应该反抗 甚至认为自己的最大错误 是没有感情杀绝 在印度 只有很少一部分女性接受过高等交流 印度女性文盲的数量超过1亿8千万 90%的印度女性 在离开丈夫或者是父亲之后是没法生存 经济地位低造成家庭地位更低 甘愿成为男人的附属品 文盲女性的命运 可能依旧掌握在身边的男性手中 在公元前1500年 一群亚利安人来到印度河流域的庞哲普地区 并且占领了这个地方 一些被土著杀害或者是流放 还有一些变成他们的奴隶 为了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立性 便出现了最早的阶级划分 原来的亚利安人划分成三个等级 普罗门 沙地利 犬舍 而剩下的奴隶则全都是守陀罗 低级种姓的人们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唯一的途径就是把女儿 嫁给高级种姓的男子 并且还要准备丰厚的嫁妆 所以很多法官在受理案件的时候 会建议直接嫁给高级种姓的强奸犯 但如果嫁妆不够高 那新娘的地位就会低 稍微再穷一点 新娘可能会遭到家暴 甚至被丈夫烧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印度女性接受的教育也普遍提高 自我意识也在慢慢崛起 逐渐赢得了社会尊重 印度政府也致力于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 但对印度来说 这些还远远不够 一个民族的强大 并不是让贵族阶层感到安全 而应该是让广大民众有更好的保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